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关于好人跟烂好人 好人大家都懂了 我们的人事当中我们尽量都可以的话都不要做坏事 我所说的烂好人是关于什么呢 烂好人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人不太会拒绝别人 就是因为我们太不会拒绝别人 所以导致有一些人就会占你的便宜 我们被占便宜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答应人家 导致我们本身会觉得很累 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就是说有一个牙科医生 那么牙科医生他通常都有一位朋友常常来见跟他聊天 那么有一天 那么有一天那个那个 牙科医生的朋友呢 他就来找那牙科医生了 那么那个牙科医生呢 他刚好是出午餐 那么刚好他有多买了一包椰浆饭 那么他就请了那个他的朋友去吃吃的那个椰浆饭 如果您可以喜欢吃吃的那天 Templ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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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Templ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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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的朋友 家境比較窮一些 她就 覺得我應該 幫她吧 她就 從此以後呢,她差不多整年 她就每一天 她知道她朋友會來 她就 多買一包也將飯給她 等她終於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用餐 有一天呢 她的朋友又過來了 但是 那個牙科醫生呢 突然間 有很多 顧客要找她 修整她的牙齒 叫她朋友等著她 跟她說 今天我比較不得空 你能不能自己去外面吃 之後我們再回來 我店這邊先聊 但是 那個朋友呢 她就從此 也去不回來 在牙科醫生呢 她的立場呢 她是說 我 應該幫她吧 因為她 畢竟家境不是很好 但是 只是 出於一個關係 朋友的關係 那麼她就買 就買了那包也將法給她 但是 她的朋友呢 她的 她的另外一個朋友呢 她的想法又 又稍微不一樣 她的想法就是說 你一路以來 你都有在給我吃 也將飯 你都有買也將飯給我吃吧 那麼 為什麼今天突然間就沒有呢 你是不是啊 啊 覺得 因為 不珍惜我這個朋友 而不買吃的給我呢 那麼其實 這個看法呢 就是說 如果你幫了一個人 你的好意 但是 反過來 當你認為 別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時候 別人的想法 不一定跟你一樣 當她 佔了你的便宜之後呢 她會覺得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應份的 這個東西是我應該拿的 一包多了我的權利 其實那個權利 就是那個也將飯的 其實是她的朋友 她的那個牙科醫生 她是因為體恤她 所以 啊 特地買了一包 也將飯給她 其實這個故事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不要太過在意別人怎麼想 其實很多時候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可以幫了我們就幫 如果我說 有些人得逞進尺 他們 那麼我們就沒有 不應該繼續 用這種方式來對待她 那個定義不一樣啊 啊 所以我是希望說 大家其實 可以做好人 但是 啊 不希望你們 做爛好人 因為爛好人 其實對我們自己本身是很累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去玩 我去玩 我的宵 我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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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謝謝媽媽